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 先我们讲《大宝积经》当中的《无量寿经》 讲完了以后 念诵《普贤喜愿品》 可能我们学院这边的有些道友 还有一些话也说一下 等会儿不要关机 今天我们传讲的方式 是传统的讲课方法 所以我们在座的不一定 尤其是新来的学者们 在听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点不一定感觉很好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以传统听经闻法的方式 也有必要了解 现在我们正在讲 极乐世界的功德 佛经当中也描述了很多 阿弥陀佛的清净刹土 尤其是我们讲 极乐世界的功德的时候 就在《观无量寿经》 还有《阿弥陀经》 还有现在在这里讲的 《无量寿如来会》等等 这些经里面都宣说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 听到这种佛的名号 哪怕是听一堂课的功德 非常大 同时我们要了解 在闻法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 心要专注 在那个时候 心一定要用欢喜心来听受 在听课的时候 一般来讲不拍照 我记得在《罗蒙菩萨》 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 他说 听者断受 若可饮 一心如意 欲意中 用语 闻法 心悲 吸引 如是知人 因为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听者应该有一种 如即时刻的感觉 要心一意地专注所讲的内容当中 拥有欢喜的闻法 并没有说 听课的时候一定要拿一个照相机 非要把外景拍下来 外景不重要 那个时候的声音要专注 心要专注 其实我以前跟上师 抄印度的时候也是特别爱照相 那个时候我二十八九岁吧 可能二十八 二十九 那个时候应该二十八岁 有一次都是专门爱过上师的批评 到哪里去 带着一个照相机 来了以后马上拍地方 不提前发愿 应该到一个地方先发愿 然后再照相 但是那个时候的习气也比较重 我当时批评的是印度陆业园 然后印度陆业园 过了以后去光严城 光严城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也是克制不住 我又拿着一个一百七十块钱的照相机 那个时候算我的照相机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很好 在座各位的照相机比较起来 应该不是很好的 所以听闻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用一种欢喜心来听受 那么这样还有用一种特别 像引用甘露一样的心态 那这样在这种人面前作为讲者 作为我的话也可以 传讲者也对他可以宣说 否则佛法都有他严格的要求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也希望短短的一个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 大概是五十八分或者五十九分钟 一般我的讲课都是六十分之内讲完 在这个之前要尽量地认真听受 我们前一节课就介绍了 《无量寿经》的前面部分 今天我们发本的多少页 多少页 二十八页听说 你们有些可能带了发本 有些可能没有带 看到光就可以 这里说 这里说 当时佛陀告诉阿难 讲极乐世界的功德 讲极乐世界的功德的时候 前面也叙述了很多的内容 这里就是说极乐世界 其实极乐世界有许许多多 超越我们厌世的一些功德和功德 那么在造成的时候 东南西北四方四边都会吹起微风 吹起这种风 不像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什么狂风 台风 龙涓风 各种 前一段时间中国这边的台风 大家都怕得要命到处都在堕 其实自然灾害面前 人类要堕的时候也是很困难的 那么不像我们世间当中的 像冬天的一些风特别刺耳的 不是这样的 这种微微的风可以说不离不乱 对整个身心非常快乐的 而且这种风吹动了 各种颜色的这些花 吹起香气 那么这个香气 普遍于整个国界 有时候在微风吹动下 所有花样里面的花香芬芳扑鼻 一切有情 身体接触这种风的时候 心里特别的安宁 快乐 幸福 就像圣文城当中的阿罗汉 获得了灭金顶 所有的香和食 全部灭金以后的这种境界 无法言说的 灭金顶在相关的 像中观 还有威士众都比喻 说是我们世间当中 有时候各位到一些花园 在一些花草里面享受的时候 也确实有着相似的快乐吧 啊 前一段时间我从汉地回来的时候 到了藏地一个地方 在花草里面 休息特别特别的舒服 好像什么都忘了 后来跟我一起的人说 要赶路 今天要走 最后一想起来 哇 原来都是还要在路上 还有一段路 所以我们一般的世间人 在世间像藏地高原 或者汉地的一些花园里面 享受自然界的风光的时候 实际上也得出相似的快乐 但这个毕竟是我们世间 有为法的一种感官 所得到的一种相似的乐觉而已 实际上跟极乐世界的快乐比较起来 当然有天壤之悲 那么这个风吹动 七宝树林 花飘陈举高齐人量 种种色光照耀佛陀 风吹动以后吹到 因为极乐世界有银树 金树 琉树 有七宝树 七宝树林 七宝树林以后 整个七宝树上面的 各种金银财宝的树叶开始进行吹动 而且各种鲜花降落下来 所有的这些花 普遍于大地的时候有七人高 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这种我们一般世间当中 可能花对满七人的话 可能人都全部在雕栽里面 在花里面会淹死也不知道 但实际上极乐世界 也不需要担心这样的 那么种种这样的花 其实我们的花没有真实的光芒 而在那里 前面也讲了 无缘绿色的各种光芒 这种光芒也照耀整个极乐国土 譬如有人一花不得 受安拎品 随造色花见错分布 彼咒花绝一腹如舍 就像有些人用手 开始布满花瓣 布满花瓣的时候 应该说是非常平得 各种各样的这种花 可以说建造分布 还有这些花 全部都是集聚在一起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庄严 整个形象也是很庄严的 而且时时都是吹来妙相 到了那里以后非常的舒服 其实我们真正的一些 七八花的感觉的话 我们用语言来说 肯定是很... 其实有时候是 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佛陀的 庄严国土用语言来描述的话 语言是非常的无力 它缺乏了一定的力量 应该说是凭自己 无法言说的角色来感受 应该是这样的 多罗面前面也介绍过 若诸有情 诸他必化 陌生死者 随其具足缓缓柔素 那么这些微妙 其实是广大无边 柔软如堕落面 也就是说像我们的四处 就非常的柔软 那么藏有情 如果踩在上面的时候 就生下去 但生的也不是一直陷下去 不是这样的 相当于是我们现代的一些 比如说海面一样 它大概是四指左右的时候 然后当你的脚 提起来的时候 它又开始 以弹瓣性地恢复入主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向喜乐世界学习的 比如说一些高级一点的宾馆 或者我们现在家里的一些沙发 这些都是应该 向阿弥陀佛的过头学习 然后从西方国家开始 觉得我们最有条件 最舒服的 就是坐在沙发上 但我们世间的有些沙发也好 或者泡沫 或者说是海面的话 尤其是在有些宾馆里面的海面 你那个特别柔软 晚上睡了以后第二天早上的医药都是特别痛 但极乐世界不会有那种现象 所有的这些所处给人们带来一种快乐 带来一种快乐 有人可能想 刚才那个花已经堆积到 七个人那么高的 我们采在里面 怎么会是摊四只酒已经控制了呢 这就是众生的福报 应该说我们现在要看一些世界的时候 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有些事情 在用分别念来想的时候是非常困难 这里就是说到这个极乐世界 实际上是刚才也讲了 我们在《弥陀经》里面也说了 《昼夜六世》当中 降下满塔罗花 这里也说到了 早晨的时候出现了 刚才降下这样的花语 通过微风的吹动 降下这样的花语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个花自然而然 就像是我们的云 效于虚空当中一样 已经入于这种 因为极乐世界的整个地界 以琉璃为地 以黄金为地 入于这样的 就像云入于虚空一样的 原来的酒花已经没有了 整个大地非常光亮 就变成了原来的酒花 在这个时候 天空当中又降下了花语 又降下花语以后 又开始降下 那么这样的话 中午的时候 还是布施的话 到下午 我们下午一般三点到五点左右 叫下午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 白天三日降下花语 到了晚上的时候 初夜 中夜 后夜 这三者也是同样的 先降下来 降下来过后 过一会儿又一抹大地 再过了以后 到了中夜的时候又出现 到了后夜的时候也会出现 凡是中夜流失当中 都如是显现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极乐世界既然没有白天晚上 晚上黑暗 这些都是没有的 那怎么分别为 它是没有日月嘛 没有日月的话 怎么会分别白天昼夜呢 实际上这是以前莲词大师的树草 还有其他的一些 相关资料当中也说了 主要是看花的壁盒 花的壁盒 鸟不鸣叫的时候叫晚上 然后鸟儿鸣叫鸣叫 还有花生开的时候 就以这样来分的 这个成为白天 我们相关藏传的一些经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在这里极乐世界描述的时候 整个缓慢的降下和过程 这样了解 然后佛陀又告诉阿难 一切广大成奇之宝 无有不胜极乐世界者 说是在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的金子 银子 玛拉 琉璃 栓湖 琥珀等等 所有的奇宝 生奇之宝 没有一个不胜的 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连钻石 栓湖 或者是金子 银子 任何的财宝 造的时候非常困难 不容易的 有些国家有这些财宝的时候 其他的国家 相方设法把这些财宝 自己享用 而打仗 通过各种途径来占用 而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财宝 没有一个不存在的 随时都可以享用 阿难比佛国中有七宝莲花 一亿莲花 有五两千百亿叶 七亿有五两千百乘七亿事 一百千玛丽宝庄严 那么在这个极乐的国土当中还有 我们前面也讲过 七宝组成的莲花 然后每一个莲花当中 有 不像我们现在的一棵树 有多少多少的叶子 不像这样的 有无量无边 成千上万叶子 这样一的叶子 每一个叶子当中 都有不同的各种颜色 还有以牟利宝为主的 各种珍宝所装饰 佛义宝王 转向银施 各种各样的 上面有各种珍宝所装饰 相传相成 映成 互相庄严 阿难比莲花量 这个实际上是 佛陀在《十二明经》当中 也是说了 若人赐福明 七宝众生 七花前一夜 为光举足 如果我们现在 真正能扶持佛的名号的话 将来一定会在七宝当中 会转生 我们极乐世界转生的时候 化生 并不是什么 太生 死生 乱生 这些都不是 这时候的花 不像我们现在人间的莲花 人间的小日葵 不像这样的 人间的小日葵当中生起 如果是化生一个人的话 可能比较稀有的 但实际上不是的 它千万无数的莲花 这种产生在我们世间来讲 是非常难以描述的 而且当它降生的时候 所有的妙相 全部都是一一具足 那么这个莲花的大小 实际上也是无法想象的 有些是一有讯的 有些是二有讯 有些是半有讯 有些是三四有讯的 有些是千百万有讯 这是我们想的话 应该说不可思议吧 十一亿花出 三十六亿那有他 百千光明 一亿花中出 三十六亿那有他 百千诸佛 刚才一个莲花那么大 有无数的花弹 然后这个莲花当中 出现无量无边的光芒 三十六亿的那有他 那有他我们前面也讲过 无量无边的光芒 每一个光芒当中出现 也是三十六亿那有他的佛陀 莲花当中出现光 光当中出现佛陀 那么这些佛陀 跟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具有三十二相和八十岁所庄严 放百千光昂普照世界 并且这些佛陀所庄严 而且发出无量无边的光芒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世间人面前 恐怕是极乐世界的 任何一个功德讲的话 现在都是没办法 心里面有点接受 就像我经常用世间的一个 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城市的 农渠或者是母渠的孩子 给他讲一些特别繁华的城市 他的整个建筑也好 有些我都有时候这种感觉 到了一些特别发达的一些国家 一些城市的整个建筑 把公路设置 到了那里以后 有时候想 这些是不是人们想出来的 这是不是有一种神通形成的 确实前一段时间 我去香港的时候 我当时感觉特别强碍 不管是到那里 所有的花园也好 那些高楼大厦的话 从下面往上看 有点有种不可思议的 每一座房子都是这样的 看起来人们都是 看起来一个个都是很脆弱的 看起来好像是 谁都没有能力一样的 但是人们通过一种 什么样的力量呢 把这些都是做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 确实我想是 庄子在秋水里面说的 金蛙不可以愈合者 聚与虚业 这个说的是非常对 还有那个下虫 不可以愈以动病 为什么呢 因为毒与死业 他说金蛙根本没办法 谈论大海 为什么呢 作为环境来讲 金蛙从来没有去过 它根本没办法 我们经常说是坐镜观天 根本没有办法 没办法的 然后那个下虫 他如果谈论冬天的冰雪 因为他只有夏天的生命 他要谈冬天的 雪冰的整个情况 就没办法 这是对他来讲是一种割据 从世间的割据 从环境的割据 所以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 昨天有些学者也是讲的 我们就是小小的肉虫 的确也是说的是对的 我们现在分别念所设计的量 非常非常的妙小 因此让我们来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庄严说的话就非常难 想的话更不用说 这的确是 世间当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 庄严的国土也好 庄严的清净想的话 就没办法用语言来说的 你到了那里以后 可能你回来给某某人 从来没有去过的人 跟他讲的话 他就无法相信 所以我想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真正信心 需要长期的闻思 首先我觉得 应该需要一律夫人 这个很重要的 你通过这个道理来 明白其中甚深的意义 然后你的信心才可以生起来 有些人不懂任何道理 先生起信心 然后生起智慧 这不是很稳固的 因此我们佛教徒 有一种皈依佛法的时候 先用信心 然后起智慧 就是依靠信心而起智慧的 但这不是很稳固的 先如果起智慧 你的智慧通过反反复复的观察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 很多学者 知识分子 先这一套不太性 不太性 不太性有两种 有一种 因为他有理由不太性 有一种没有理由不太性 那没有理由不太性的话 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一种 反过来说这是一种迷信 因为明明知道他是有理由的 但是你不相信他 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作为一些年轻学者 对净土法门 实际上我觉得是 需要生起真正的定解 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讲过 《藏传净土法》的时候 里面有许多的一些疑问 答案 这种大义 通过大义来最后对往生极乐世界 生起真正的 非常坚定的信心 因此有些人认为 所谓的念佛法门 因为念佛法门一般来讲 在颂朝以来非常兴盛 这个念佛法门认为是 一些很多老年人 很多没有文化人的想法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都是 他就 哦 我不信那一套 其实他有很甚深的一些道理 这种甚深的道理 我觉得尤其是在大学当中 在一些高等学院里面应该有 高等学院当中不一定 每天都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对净土法门的研究 就像现在各个大学里面 有禅学舍 那么现在净土的研究 净土的研究也应该有的 为什么呢 当你老的时候可能归于净土 你的希望可能还是会寄负于 往生极乐世界 向往阿弥陀佛 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 在我们藏地当时 文革期间的时候 有些人也因为受当时的 一些环境影响 也可能有个别的开始毁谤 但是现在人老了以后 最后还是心就转回来了 心转回来的时候 还是要念阿弥陀佛 可是阿弥陀佛当他年轻的时候 对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用一种怀疑 或者有一种排斥的眼光来 一直对待 他自己没有机会去深入研究 没有机会去进一步地 了解其中的甚深意义 因为这样的人生 终毛光发慢慢慢慢就过了 到了最后 到了垂木之年的时候 哦 回过头来 那个时候自己的智慧已经脆弱了 已经没办法再进行观察 但是你的怀疑还存在 所以我觉得尤其年轻人 对净土法门应该要产生信心 这种信心不要跟 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的信心 其实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虽然不懂道理 但是他们有纯洁的信心 有时候我还是去一些乡下 有一些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的这些人 好像他们修得是更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心里面特别纯洁 没有很多的杂念分别念 而知识分子反而是很危险的 懂也没有究竟 这是稍微观察别人的过失方面 他有一定的聪明智慧 而真正能通达法义的道理 他也一窍不懂 他们有些人说 上大学没有什么意义的 只学到观察别人的过失 除此之外 自己为人注视一点都不懂 但我想这句话 也是偏向于一种 应该是任何一件事情 用一分为耳来对的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 比如说我是大学生 我是什么什么博士生 我是研究生 我是教授 我是这样的话 自己把自己的傲慢心增加增加增加 最后好像对别人的 什么功德都是看不出来 其实有时候人的傲慢心 还是很可怕的 而且自己以为 比如说我是一个看墨的话 我觉得是别人的一个 大学生的话 我觉得大学生可能是不是 在我一下的 那这样的话 他的语言我不一定要接受 从我的态度上都是 我觉得应该是我一下人说的 那我一下人说的话 我干嘛接受呢 从心态上 虽然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假的名称 我就不接受它 最后就失去了一种机会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也好 在闻思的时候 应该要放弃自我 完全放弃自我 刚才有些学者也说了 就是说经过参加一些 禅定的下利益 完全摧毁了自己的傲慢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们有时候自己 也是多接触一些各界人士 这个时候自己 也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 其实确实 我那天不知道 好像说过一次吧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 最后他们让我总结一下 我总结的时候没有说好话 本来当时是气氛很好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大学生 希望他们变好 我说 一方面有信仰和有这样的机会 是非常乃至不易 非常好的 但另一方面 我也看出了很多对佛教的研究 现在这个水平还没有达到 所谓的博士 博士后 或者是非常高的一个境界 不管是那些人高兴不高兴 我说 我希望我们这里的很多的学者 还要进一步地学习 还有有进步的一些余地和空间 因为说实在 人有时候是 我也以前得过 比如说法师学位的时候 从此都不学了 从此都是有这种心态 后来我就挑战过来了 还要有生之年当中自己一定要学习 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 我们学院我也说了 其实是拿荣佛教大学 拿荣佛教大学里面的法师是不是 得了法师以后 你就不用学了 不用参加任何的辩论 学习研讨 啊 我就是法师了 从今天开始已经获得了不退转的果位 现在其实有时候人 观察自己的相续非常重要 这叫做佛教里面 正知正念 时时都是观察我们自己的相续 这些佛先前往东方 为众生说法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为这些无量无边的众生 进入佛法 同样前往南方 西方 北方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还有上方 下方等等 到这些世界当中去 为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法 佛陀成佛的目的 不是自己享受 这是一定要了解 佛陀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他众说法 我们现在很多高等学校 毕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享受快乐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为社会做贡献 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很多法师 得到法师也好 或者出家也好 出家是不是一种躲避 出家是不是一种回避呢 不是 出家都是更进一步的方便利益众生 出家人应该有这样的目标 否则我在这个城市里面特别特别累 提起光头 披上袈裟的话 在寂静地方又吃又穿 特别舒服 很快乐 我是为了这样而出家 出家的目标已经搞错了 不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出家人 你出家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很多人 我刚才也是遇到一个 好像是一个学者还是学生 说是 我的老师其实站在讲台上的时候 就是很多话 为自己的一些生活 名声 目标 所以我按理来讲 对老师不应该看过失 但是确实对老师的有些行为 我就有点失望 所以我就寻找大乘之路 说的应该是对的 佛陀称佛就是利益众生 讲经说法是他的最伟大的事业 应该是《护国陀罗里经》吧 经里面也是说了 说是 佛大乘广说觉悟诸众生 闻法得解脱是否罪生业 意思就是说 大慈大悲的佛陀光说妙法 光说妙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无量无边的众生 真正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获得解脱 但从获得解脱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讲经说法 通过讲经说法 终下善给了知了解脱的方法以后 才能获得这些众生 会离苦得乐的 因此这就是伟大的事业 我们现在在座的 很多学者也好 出家人也好 大家都是应该想 我们听闻佛法 往生极乐世界 修禅禅 或者读大学博士生 目的是什么 有些是可能自己搞企业 我变成富贵 有几千万几千万的话很好 那不如是变成穷孩子就可以了 连路费都找不到的话 也是对社会无利无害的 其实财富如果为社会 为众生有利的话 财富是有价值的 如果为众生没有利益的话 不管财富也好 地位也好 任何的一些威光功德 我觉得是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在这里也是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 极乐世界 同样没有晚上的黑暗 也没有火光 圣火 煤气 电路等等 这些圣火的这些资具 全部都是没有 然后也没有什么龙泉树 还有其他的湖泊 这些也是没有的 一般我们前面讲的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是自然形成的 没有人们所希求的 这些所谓的矿泉水 或者大水库 其实大城市里面的人 有时候还是很苦恼的 全部都是一种人工 还有各种造作的水来养活 还是人们有时候看来 世间当中的人还是很可怜的 极乐世界也没有 这是你的房子 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你的园子 这是我的园子 园子 地界 极乐世界当中根本不可能有 阿弥陀佛的房子是最好的 过来以后观音菩萨和 大势者菩萨是中等的 然后其他的所有菩萨们的房子 临临散散地 像我们的学院一样 到处都是一些破房子 不像这样的 没有的 极乐世界也无有像 像孩童 老人这些像 这些也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庄扬的身体 业务日月 住一知相 与一切除标识极物 业务有名好 为处如来所辈加为者 极乐世界 刚才也讲了 没有太阳和月亮 没有白天晚上的枝粉 一切除标志 这些都是没有的 我们在世界当中 在城市里面 红灯 绿灯 各个街道 全部都是通过蚊子 柬图 包括到一间房子里面 要这边柬图 那边柬图 上去下去 全是通过一种标志方法 不然人们都迷失方向 没办法的 而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的确也是 依靠自己的神通 智慧 福报 福德而现前的 不像我们世间的这种 蚂蚁窝里面的众生一样 密密茫茫的 其实众生都是在轮回当中的众生 不管怎么样 自己觉得是如此的傲慢 其实还是很可怜的 不管是从他的环境也好 心态也好 然后整个一切的一切 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烦恼等等 一切来看的话 应该说是轮回犹如火载 没有任何快乐 也可以这么讲 如来所加持的话 除非如来所加倍的 有特殊的一些 为了显现度化众生的相 有特殊的相撞 可能会出现的 除此之外 在极乐世界是没有这些相撞 在极乐世界的国土当中 若已经转生在那里 或者正生在那里 或者将来转生到极乐世界的 这些所有的众生 到了究竟到最后 全部都是获得了 无上大菩提涅槃的果位 为什么是这样呢 极乐世界的所有这些众生的 水准是如此的高啊 原因是什么呢 何以故呢 笑什么 笑一点也很好呀 其实有些人一直笑不出来 我看我们昨天在研讨会里面 看见有一两个人一直不笑 不知道心里面有什么痛苦 真的是 我很关注 一直是看着 大家都在笑的时候 特别痛苦的一直是 有些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也笑 这样也不好 你看现在就不笑了 在这里也说了 为什么 在极乐世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众生都是获得 究竟要获得涅槃呢 何以故 若邪定举即以不丁举 不能了知见利 必因故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极乐世界的话 邪定举和不丁举 没有 应该可能 但这个好多意法里面没有 根据藏文的话 可能这样了解好一点 因为极乐世界 他没有写定举和不丁举 没有 不能了知见利 必因 因为这两种烦恼 没有的缘故 往生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些众生 究竟获得涅槃的果位 那么什么叫做邪定举呢 邪定举就是相续当中 以邪见所束缚而生起的烦恼罪业 也就是说 无无间罪 无无间罪的话 它完全是一种邪定的烦恼举举 不丁举举 除了无力以外的 这两个没有的原因 在往生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 都究竟获得涅槃的果位 那么佛陀又告诉阿难 东方如恒沙皆 一一皆众 如恒沙佛 比诸佛等各个称赞 阿弥陀无量功德 南西北方四位上下 诸佛称赞 亿佛如是 说东方 佛陀又告诉阿难 告诉阿难说 东方有恒河沙的世界当中 每一个恒河沙 每一个恒沙事的每一个世界 都有恒河沙受的佛陀 恒沙受的佛陀 每一尊佛陀都称赞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称赞阿弥陀佛的功德 还有不仅是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还有四语上下 所有十方的诸佛 都在称赞阿弥陀佛 为什么 我们都想一想 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可能东来西白日所有的人 称赞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但是这些人确实是具足烦恼 没有真实功德的原因 始终都是要 显出一些他的不良行为 而阿弥陀佛的确是 具圆满一切功德 远离一切过患 这样的原因 十方诸佛都在称赞阿弥陀佛 这个原因我以前也在 其他的论典当中也是讲过 他这里也说了 那么为什么 这么多的佛陀要赞叹他呢 因为阿弥陀佛的事业 跟其他是不相同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世间当中 不管是世间的一个人物也好 出家人也好 老师也好 大家都会称赞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有一颗利他的心的话 我想绝对是 至少也是世间人的大多数的人 会称赞叹的 如果一个人 不管他的文王 地位 权利是多么让人羡慕 可是他的所作所为 就是围绕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的话 应该说赞叹他的人是不会有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 即使你做世间的事情的时候 应该是从利他出发 那这样的话 自然安然别人对你 有一种认可 有一种欢喜心 他这里也讲了 为什么何以故呢 他方佛过所有众生 闻无量寿如来名号 乃至能法一念尽心 欢喜哀乐 所有善根回向原生 无量寿过者 谁愿皆生得不退转 乃至无上正等觉菩提 除无无间 毁谤正法及谤圣者 这一段很重要 为什么是这样 承担呢 因为他方的国土当中 所有的众生 依靠阿弥陀佛前世的愿力 听到了阿弥陀佛如来的名号之后 对他会生起无比的信心 生起信心之后 哪怕能发一念的清净心 能发一次的欢喜心 那么还有善根回向给众生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随着他的发愿 阿弥陀佛的愿力 这个人是会获得了 不退转无上菩提的果位 所以正以为是这样 都要称赞 这个原因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出家法师和很多学院常住的人 我想应该能容易接受 尤其是我们很多大学生和智者 刚开始听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感觉莫名其妙 很炫的 就是昨天有一个什么人 很牛的 很牛的是什么意思 东北那边说 什么那个 可能是有点觉得 这个很牛的 可能不能再用在这里 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从这个真理上 好好了解的话 应该会可以的 我记得《往生力战》当中 也是说了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人 如果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后 对他生起乃至一刹那的 这种欢喜之心 一念情节之心 一定会是能往生 在座的各位可能一刹那的 短短的往生 哦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的念头 我想应该可以生起的 有些人的往生的念头 不一定很坚定 因为以前都是没有进入这样的 但是你对他一种欢喜心 对他一种意乐心 逐渐逐渐这种善根会成熟 最后一定会是往生 并不是说 你一刹那马上生起这个念头以后 你死了之后 马上往生了 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一些分别念的话 非要用一些 不成立的逻辑来进行推理 但是这种一念之心 只作为一个种子 我们一粒种子有的话 他没有遇到其他的一些违缘 他一定会成熟的 一定会成有 所以在这里 阿弥陀佛的伟大 也就是说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 往生极乐这里一定要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经里面也是反反复复提 如果造了无无间罪 或者是帮法帮生 这个是绝对不会认的 在藏传的很多经文里面 是帮法 没有说帮生 但这里说是诽谤圣者 圣者在哪里谁都不知道 所以还是很困难的 你觉得这个人很坏 因为他的脾气不好 他的性格不好 这个人是坏蛋 笨蛋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他真正是一个 文殊菩萨的转世 或者观音菩萨的转世 现在不是转世活佛很多的 但是你真正认为是活佛 不一定是活佛 这个肯定不是活佛 这是乞丐 这是特别低劣者 我们看到文殊菩萨的传记 观音菩萨的传记 大多数都是转生为 一般特别低劣中心的一些 下见者 还有婆罗门 还有乞丐 还有一些特别可怜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起来 有一种往生的心 很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造无间罪 也不能造帮法和帮生的罪业 一定要用一种 清净的身口意对待 这样才能往生 阿难若有众生与他佛 查法菩提心 专念无量受佛 即恨种知 种多善根 发心回向 愿生彼国 世人令命中时 无量受佛于比丘众 前后围绕 掀起人前 即使如来往生彼国 得不退转 当真无上正等菩提 这一段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而且这一段 我们经常也讲了 往生极乐世界 需要有四种因 四种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发菩提心 还有观想佛的刹土 积累善根 最后善根回向于彼国 有些人说 这是汉传佛教的往生四种因 藏传佛教的说法 汉传佛教没有 其实不是汉传藏传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传承不是特别对你有障碍的 有些人都是听说 特别害怕藏传 但不用害怕藏传 烦恼和嗔恨心的不害怕的话 藏传没有了嘛 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到了藏地里 就真正了解一下藏地佛教的 这种闻思修行也好 各方面的这种教理 完全都是真的可以 如实地描述如来的教言 所以在这里也说了 如果众生能发菩提心 一直观想阿弥陀佛的刹土 恒时极致敬藏 并且时时都是 把善根回向给众生 那么一定会是 临终的时候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上等者发了菩提心的 我们说是三倍往生 三倍往生里面你如果是出家乡 然后发了无上菩提心 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的 如果没有机会出家 但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话 发菩提心 堪破世间 发愿 其他的善根具足 阿弥陀佛的化身出现的 然后也有发菩提心 那么其他的有些善根不具足的话 那么这叫做下倍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的这种幻化相 在梦中或者其他境界当中出现 凡是对善者都是可以往生的 这善者都需要菩提心 有些人念阿弥陀佛不需要菩提心 直接念一句就可以 但也许有些善根者 我们也不排除 但一般来讲按照净土宗的教言 必须要这四种因都具足 因此在座的各位大学生 我想这个因缘很好 这次大家还是应该到了 也许我们这次的聚会 确实是你们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在今生当中 你也不一定来刹土 我们也不一定经常聚会 但是这一堂课的最后 因为极乐世界的净土法 我们这次的聚会当中 也是第一次 对你们来讲 也是最后一次 我们现在在几天当中没有 我想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意愿 希望这四种因一定要了解 那天台湾佛光大学的一个法师 在演讲的时候 他把净土法用一个 现代教学的一种理念来说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大学的校长 其他的菩萨 这些是学校的教授和学生 这些教法是招生的通知手 让我们怎么样靠入大学 看自己的根据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多的道理 而且阿弥陀佛整个净土的庄严 比喻成在那里的校园的整个环境 它这里的庄严 这样以现代的理念也可以说 我们在座的人 看能不能进入极乐国的大学呢 依靠自己的这种 确实你要出国 要学习的话 可能第一个是你要护照 还要钱 还要能考得起考试 然后你自己要想去 有四种因必须要具足的 那四种因没有 如果想去的这种意念没有的话 不可能你一直困起来 装在飞机里前往美国 不可能的 你自己想不想去是很关键的 有些是不想去 他不信这一套 不信这一套 你永远也不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有些想去 但是没有积累资粮 啊 连一分钱都没有 你想去美国的话 不要说美国 到拉荣也是很困难的 然后只是没有积累资粮 没有积累资粮 是不可能往生的 还有你真的要观想的这种 观想的这种条件 我再想 应该是新的意念 新的意念的观想和 意乐相结合的 这种相当于像出国护照 跟这个相同的 还有我们发菩提心 它当时的一种目的 比如说你要到哪里去 到美国去 为什么去救度 救度的原因你有肯定目的 尤其是往生极乐世界 发菩提心是最关键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以前可能对净土法不是很了解的 我们这次讨论当中 净土法没有留着 但今天我也是 象征性的 简单的给大家告诉一下 原来所谓的念佛法门 实际上念佛也是非常好的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最关键的往生极乐世界 需要四种因 这种道理的话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净土法门当中 又有广受 真正我们在精神当中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 也是依靠这种缘起 我们在座的人 现在是在娑婆世界 到一定的时候 一定会有往生的机会 我自己的确在这方面 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时候是半信不疑 能不能 我们这样的方法 但后来多年以来 对净土法门深入的研究 也算是一种修行吧 虽然修得不好的 但是还是一直在多年当中 在这方面下功夫 发愿 哪怕是磕一个头 也是往生极乐 有时候我自己都是 感觉到非常遗憾的 上师如意宝在人间的时候 我也有机会去很多很多 跟着他去很多 但是往生极乐果的时候 为什么我舍弃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后来想 也许我们很多众生结缘 通过各方面的因缘 后来也可以往生到上师的身边 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信心 我希望在座的人 也不要把它看作是世间的一堂课 你们也许觉得 可能有收获的 也许不一定有收获的 但佛教的这种课 的确有时候是 哪怕是一堂课 从一种发愿 对你的一生 乃至生生世世的 所有的一些命运 彻底地改变 也非常希望 很多人真正到了最后的时候 能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再过二十年 再过四十年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群体 变成什么样 大家都是对未来 好好地推算一下 再这样的话 来世不是很遥远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对将来的光明到达 应该有所准备 尤其是阿弥陀佛这样的切经之道 对我们有缘者来讲 非常难逢难得 因此现在遇到这么好的机缘的时候 一定要值得重视 他这里也讲了 我们具足这四种因 那么你命中的时候 无量佛和还有无量的比丘 全部都是围绕在你面前 根据你的善根会迎接到极乐世界 获得了不退转的菩提果位 所以这是非常圆满的一种愿望 也是非常完美的一种梦想 大家一定要发愿 所以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 还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演唱出声 翻译 字幕文字幕创 翻译 字幕文字幕小农 double 翻译 字幕文字幕 websites 字幕文字幕组 我和我和你 我和你 我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